大家好,我是大鹏,欢迎收听,更欢迎你加入说中文播客,Come on! 喜欢看鬼片,你一定在想,大鹏是一个很奇怪的人,哈哈哈哈,鬼片就是把鬼作为主题的电影或者电视剧,每次看完鬼片以后,我总觉得我的周围是不是真的有鬼呢?还有,我可不想我的家里有鬼,那不如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有鬼这个表达。 我们可以说,家里有鬼,房子里有鬼,电影里有鬼,那就是说,鬼在这些地方存在,在这些地方有鬼这种东西,很好理解了,对吧? 但是中国人经常会说,嘿,大鹏,你心里有鬼。 诶,心里有鬼,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?是说鬼这种东西,诶,住在我的心里吗?难道鬼进入了我的身体吗? 呃,听起来挺害怕的。不是这样的,不是这个意思了。 还是举个例子给大家吧,呃,比如,大鹏的表情看起来怪怪的,难道大鹏的心里有什么不可以告诉别人的秘密吗? 难道是他做了一些不能告诉别人的事吗? 难道是他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吗? 难道他心里有鬼吗? 你可以猜到心里有鬼是什么意思了吗? 就像这样,在一个人的心里,有不能说的秘密,有不可以让别人知道的事情。 而且呢,呃,通常这个秘密或者这件事情,往往是一些不好的事情,往往不是正大光明的事情,往往是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。 说假话的人,经常心里就会有鬼了。 比如,有一次,呃,我偷吃了我朋友的巧克力。 朋友发现自己的巧克力少了以后特别生气,所以问我, 喂,大鹏,是不是你偷吃了我的巧克力呢? 于是我对朋友说,呃,没,没有,我没有偷吃你的巧克力。 当然这是假话了,这是骗他的话。 于是这个朋友看出了我的表情很奇怪,他怀疑我在骗他。 所以他就对我说,大鹏,你在说谎,我肯定你心里有鬼,就是你偷吃了我的巧克力。 大家明白心里有鬼是什么意思了吗? 那就来听今天的对话吧。 大鹏大鹏,昨天我在商场里看到你和一个女生一起逛街,难道你交女朋友了吗? 啊,没有啊,我昨天一直待在家里。 哎,别装了,我肯定昨天商场里的那个人就是你。 哎呀,没有了,我没有什么东西要买,去商场干嘛呢? 大鹏,我可以看得出你心里有鬼,快说实话吧,你昨天到底在哪儿? 大鹏大鹏,昨天我在商场里看到你和一个女生一起逛街,难道你交女朋友了吗? 啊,没有啊,我昨天一直待在家里。 哎,别装了,我肯定昨天商场里的那个人就是你。 哎呀,没有了,我没有什么东西要买,去商场干嘛呢? 大鹏,我可以看得出你心里有鬼,快说实话吧,你昨天到底在哪儿? 哎呀呀呀,在中国,在我上中学的时候,家长们呢,都认为过早的谈恋爱不好,会影响学习。 所以即使是谈恋爱的话,也不太敢告诉家长,只好把这件事先藏起来,把这件事当作是一个秘密放在心里。 如果不幸被别人发现的话,只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 呃,但是没有用,大家都知道我在说谎。 所以他们就对我说,你心里有鬼,你明白心里有鬼这个表达的意思了吗? 其实心里的那个鬼就是不能说的秘密。 当然我们还可以这样来说,比如,呃,你俩有鬼,意思就是在你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些不可以告诉别人的秘密。 当然还可以说,这家公司有鬼,因为在网上根本找不到他们的任何信息。 那也就是说,这家公司有问题,呃,或许根本不存在,只是用来骗人的。 你明白,有鬼这个表达了吗? 那我们下期一起说中文,别忘了通过Patreon资助我们的博客,拜拜。 大鹏大鹏,昨天我在商场里看到你和一个女生一起逛街,难道你交女朋友了吗? 啊,没有啊,我昨天一直待在家里。 哎,别装了,我肯定昨天商场里的那个人就是你。 哎呀,没有了,我没有什么东西要买,去商场干嘛呢? 大鹏,我可以看得出你心里有鬼,快说实话吧,你昨天到底在哪儿? 大鹏大鹏,昨天我在商场里看到你和一个女生一起逛街,难道你交女朋友了吗? 啊,没有啊,我昨天一直待在家里。 哎,别装了,我肯定昨天商场里的那个人就是你。 哎呀,没有了,我没有什么东西要买,去商场干嘛呢? 大鹏,我可以看得出你心里有鬼,快说实话吧,你昨天到底在哪儿?